大家好,歡迎繼續回到VIVA經理模式 上一集我留下了兩個問題給大家 第一,要不要賣走加比爾換安蘇法迪 第二,要不要賣走奧巴美安 我總結一下大家的意見 首先加比爾肯定會賣 大家都看到安蘇法迪的價值太高 也有朋友說,哪怕我不喜歡假面 我不想他租他出去 或者當籌賣去買其他人都可以 所以這件事就接受 跟著奧巴美安這邊 大概由65%的評論都說可以賣 不過就是要看看價格 你看到電腦這邊的股價是1.1億至1.6億 老實說,我有點懷疑 因為奧巴的新價只有8千萬 而且年紀是32歲 不過我就試試 我希望可以去到2億 不是說錯了,不是2億 對不起,是1.2億 應該是不行的 這個年紀都上來了 而且也有朋友說,對手是利物浦 賣去的話就如虎添翼 我們就貴一點點,1.25億 其實奧巴如果去利物浦的話 就應該做個替補 我相信他出場時間不會太多 我都說了,應該是不可能上到1億 32歲,有什麼可能股價還可以去到1億 這個應該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說太低,我也不想 奧巴其實是還可以用的 即是1.15億,其實也不是太高 還是不肯,那算吧 他應該是不會動的 這件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我也不希望太低的價格賣出去 那就算了,拒絕這個報價 好了,我們就跟奧巴地談合約 說真的,可能真的不會上他 因為我們的左邊峰 有薩卡,有馬田尼尼 其次他是假面 所以一個偶爾的角色,其實是OK的 我知道很多人不明白為什麼我這麼討厭假面 我舉個例子 很多人經常說,關了燈 高位肥瘦都是一樣的 那問題來了 如果我事先告訴你 你要面對的是一個龐然大物 分分鐘是壓到斷那種的 那你是不是還會帶著那種 高位肥瘦都是一樣的思想 不會嘛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我怕剛才人理解錯了 剛才我講的是煮飯 我講的是湯雞 關了燈是很難煮飯 很難湯雞的 如果這隻雞太大隻 看不清 就會壓斷手 就是這個意思 巴地這邊開門見山 這個紳士都不高 那是沒問題的 暫時就先接受 等待加比爾正式轉會的同時 其實上一集我看評論 很多人說 買走奧巴美安 買哈蘭特 那我們的經理模式 確實是沒有用過哈蘭特 那現在奧巴的報價 就太低了 不如我們嘗試一下 交換球員這種方式 不過多蒙特 如果 如果他們的老母子 就肯定不會接受 試一試 你知道Fever 那些很笨 八滴都送給我 真的 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事 我先猜一下 1.24 這個是7950萬 大概是 加多4600萬左右 試一試水 多蒙特這邊 正常的話 就不可能 那你要2億 算了 打擾了 不好意思 我就做了這件交易 試一試 讓大家死心 好了 今天一站馬 就來到8月7日 KIMO戰的對手 正正就是上個賽季 收官戰的對手 愛華頓 這場球我們要入場 踢一踢 另外這段時間 都收到消息 首先 加比爾就售出 羅丁收到報價 不過我就不買 提亞里也收到報價 巴賽這邊 是費普加上1000萬 不知道為什麼巴賽這麼喜歡 用這種方式去買球員 但是總評都是一樣的 即是費普和塔利的總評都是8.2 那我就不換了 另外這個尼爾遜就租了出去 租了RV來比石 一年的租借 最近幾場比賽 我就發現電腦這邊 創造出來的機會不是太多 所以我就提升電腦的傳播速度 再加5點 然後防守又好像差了一點 又加5點 電腦這邊那個 等一下 電腦的釘人 沒錯 又加回到60 我都說過了 一邊打我會一邊改變設置 那就開始這場比賽了 客場對著愛華頓 進來現場 首先看看愛華頓這邊的手法 4-33的陣型 今天搭檔米高堅尼 是Jonathan太亞 不是芬寧頓 另外看到中鋒的位置上 利魂終於是手法 上次是上了李察尼遜 今天的話李察尼遜的替寶值 好了 剛剛開球這邊是愛華頓的進攻 利魂拿球 給了詹斯諾迪苦斯 其實J-Lo在哪路的話 就沒什麼太大的優勢 因為他的速度就不算太快 出回來 給了阿蘭 阿蘭給了賓拿特 第一時間給了利魂 他想射門 我已經看穿了 但是裁判出了雞 12碼 這些球真的沒什麼好說的 之前也試過 看看 他射門那一刻 這個慢鏡真的不夠慢 什麼事啊 DV女士和安斎樂提 為什麼進去觀眾席 你們兩個都買了票嗎 很明顯就有一個Bug 你說這邊的主法點球 猜對了方向也沒用 因為這個球是死角 而且呢 我都提前了 把烈奴的位置 移到右邊 打算握一下電腦 唉 知道你很帥仔 利魂 我們曼聯檔已經用過你了 再看一次慢鏡 死角來的 就算我沒有移到右邊 都救不到這個球 你看到啦 真是沒得救 失球之後 我當然希望快點斑平給分 這邊的進攻 來到前場 十不雙門我已經猜了十幾分鐘 當然是說遊戲時間 給到哪裏的比比一級 十二馬 如果迪尼他不困我的話 我相信就算讓我來到中路 都很難組織到射門的機會 看這個球的慢鏡 游泳看得不是太過清楚 真的很難猜得進去 十二馬的機會 奧巴美安來主罰 右下角 沒問題的 握過了迫福特 其實這個球我射得一般 小聲點說 最後的時候我打算 換回去左邊 但是來不及了 幸好是握了迫福特 剛才落後的這段時間 真的踢得很辛苦 我傳了十幾分鐘 我沒有展示給大家看 真的猜來猜去 都猜不進 連轉身都難的 現在斑平給分 這樣就好多了 斑平給分之後 我們都創造了一些進攻的機會 提亞尼的射門擋出 然後奧巴美安給到迪比 左腳的射門也是偏出 然後下半場的比賽就開始了 華盾這邊的進攻 我們的防守沒問題 出來打個反擊 湯馬士給到迪比 奧巴美安給到尼維斯 我一直都看著迪比 他就繼續向前 然後這個直塞的時間 是剛剛好找到了奧巴美安 沒有越位 反超被訓 不錯不錯不錯 這個球真的不錯 其實奧巴美安 入場踢的話 絕對是很花好用的 只不過我就是擔心 在毛爾的時候 他始終都是看評分的 奧巴美安就逐年下滑 我只是擔心這件事 入場的話 是真的很花好用的 這個球 左腳一樣沒問題 好了 那麼今晚 比賽機日來到第71分鐘 我這邊就作出調動 利維斯和薩卡換下 換上古因道斯和馬田尼尼 他們兩個上場之後 我們這邊的進攻 馬上就來到前場 但是這邊 交濕球 馬上奧巴頓打個反擊 到古利的直塞 我們是跑不贏電路的 幸好 最後我就按了電路出擊 這個手拋球 扔得有點隨意 不要緊 依然是我們保持球 高路史達文 看到湯馬士空了 給到他 然後看到古因道斯空了 一直帶著球 留意米高堅尼 他本身是討論古因道斯的 結果 帶著帶著他走了人 最後給到了迪比 相當輕鬆 古因道斯一回來 馬上就送助攻了 這個球 他完全是嚇壞了米高堅尼 看慢鏡 米高堅尼本身是討論他 然後他跑掉了 最後他跟阿蘇娜芬泰亞 還有溝通的問題 敵比這邊都漏了 簡單來說 古因道斯 以一敵二 厲害 幾分鐘之後 我們的進攻 又到了前場 這個時候 愛華頓 心都已經散了 這邊又是古因道斯 轉身送一腳直十 給到了敵比 差不多是一模一樣的位置 一模一樣的結果 送助攻的人 還是古因道斯 入波人還是敵比 這些就是球王級別 古因道斯 喂巴塞 你有沒有興趣買古因道斯 一換一 我要 敵裝了 即是我都不貪了 李美斯我也不要了 唉 算了算了 就敵裝換他 不如 好嗎 好划的喔 幾分鐘之後 我們這邊還有一次進攻的機會 古因道斯給到了奧巴美安 敵比這邊都兇殺了 直十給到他 這個時候 唉 對不起 贏著 4比1 我打算套他 有些人說 叫青你其實可以試一試套 其實真的不容易試的 你要門長出來才行 最後賽本 也是吹響了原場的哨星 從落後 到最悲4比1的比分 這場球是踢得不錯的 看到屌屌女士和安斐落堤 終於是在觀眾席上走出來 最後再看這場球的數據 我相信我把電腦的釘人調回60之後 以後我的控球率應該都會佔優 因為你要在前場比較耐心地找機會 好像這場球我落後了之後 落後之後那20分鐘是最難頂的 因為你真的要傳來傳去 你要很耐心 那斑平比分 反超比分之後 那就開始簡單 因為電腦局出來 你那些反擊的機會 也都是越來越多 我相信 這十腳裡面 有大半都是之後創造出來的機會 就是領先之後創造出來的機會 也都是踢得比較輕鬆 最後的話 也都是比較多的射門的機會 敵比是10分 全場最佳 歐巴米安同樣也是10分 踢完對著我華動了一場比賽之後 其實我是有些想法的 我們的第一陣容 歐巴米安 就是有可能賣不出去 其他球員的話 我認為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右邊封 比比這個位置 可能要撿一撿 首先他在B21 潛力就不是太高 調出來的表現 都不是太亮眼的 所以這一邊的話 不如找個球員代替一下他 那既然在右邊封這個位置 要找個球員代替他 不如就找個阿仙奴救將 加拿比 試一試 因為我們隊中的話 還是差一點 總評比較高的球員 加拿比現在總評是87 改成右邊封 我不知道會不會上升 他應該是有機會挑戰這個90階 比比的身價是5200萬 加拿比的身價是9400 差了4200 所以第一次報價的話 就4200加上比比 行不行 咦 各位觀眾 其實不是差很多 6300萬 其實不是差很多 搞定了 這件事一定搞定了 只不過是談好數目 4600萬 應該是沒問題的 這件事 老實說 5400都已經夠低了 其實現在我們都沒有用什麼錢 5460萬 咦 再低一點 再低一點 5100萬 行了 收了它 就這樣 加拿比回到阿仙奴 對了 沒問題的 好了 我們就跟加拿比談合約 上一集還看到有人說我這個身資是亂比的 因為他看到傑斯甸7萬的周身 打過偶爾的角色 是高了一點 不過我就不是亂比的 首先傑斯甸在里斯特城的周身是5萬 雖然說現實裡面 里斯特城是要強過阿仙奴 但是來到阿仙奴 都算是去到一個更好的單位 是不是這樣說 如果從一個現實的角度來講 一個年輕人跳槽 那他是不是為了降薪呢 當然不是 我知道 Fever的話 如果電腦自己提出來的身資 很多都是降薪 確實的 不過如果你自己開屆的話 我認為還是現實一點好 那比7萬 多了2萬 我覺得不是太誇張 這邊要違約金 不要啦 不用違約金 不要要違約金 其次還有一點 電腦的預算是有特的 我都說了1.74億 我就用1億 我懷疑1億都用不完 所以身資這邊的話 就不需要太過糾結 肯定是綽綽有餘 就是這個意思 看到加拿比這邊 都是降薪的 電腦經常都是降薪的 額外的費用呢 加起來都有400多萬 但我都無所謂 都是那句 董事會給我們的預算是有特的 不需要太過著緊這些東西 加拿比 重新回到阿仙奴 簽下了加拿比之後 我都統計了一下 目前的話 我們轉會槍的淨支出 是5500萬而已 所以我都說了 1億已經夠用了 至少對我來說 因為我對這個陣容 暫時已經是比較滿意了 接著就來到8月16號 看到摩納哥這邊報價 3500萬想買古音導師 其實這個報價的話 是算OK的 你都看到電腦的股價是2800至4100 現在這個報價都3500了 其實本身我沒有想著賣它 想著培養它 但其實候選名單裡面 一直有個人令我念念不捨 那就是山齊士 它真的是五邊形戰士 攻守都比較平衡那種 你都知道我買了幾次 這個檔我都買了幾次 但之前的話 就不夠錢都買不到 老實說 3500萬真的OK的 我計劃再談談 如果可以再多一點的話 對不起 古音導師 我可能真的會賣走你的 4200萬 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呢 摩納哥這邊 哦 它應該不動了 3500萬 這樣啦 4000 4000 4000萬可以不可以呢 如果你願意的話 就帶走它 哦 成交啊 沒辦法 我始終都是掛著山齊士 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 好啦 幾天過後 古音導師就離開了球隊 是時候啦 其實我都算過價格了 山齊士這邊 股價是 3870萬到5000萬左右 剛才就賣了4000萬 差不多應該都夠錢的啦 首先就3800萬 3800萬 應該就不會太過難的 嘩 嚇到人了 電腦股價最多都是5000萬 你就去到這麼高了 這樣啦 4260萬 嘩 真的 還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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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沒想過 跟阿里爾這邊談都會有困難的 4800萬 夠啦 夠啦 幫人啦 夠啦 喂 發甲是滿足不到山齊士的 怎麼說都是歐洲杯冠軍得主啦 你放了他啦 不要為難球員啦 4700萬 真的夠多了 最多都5000 就是我給你4700萬 嘿 好啦 我們就跟阿山齊士談合約啦 偶爾行不行呢 最好偶爾也OK 應該是不行的 還是要輪體 輪體沒問題的 他會有一定的出場時間 怎麼說他的總評都是80加 雖然說他就不在第一陣容裡面 五年加銅 沒問題的啦 沒問題的啦 沒有交易金沒問題的 現在其實才拿4萬 哎 4萬真的太少了 等我來吧 我給6萬的 跟著這個簽約獎勵 50萬 行了 山齊士 登陸櫻超 當年的歐洲杯金銅 是時候要兌現一下你的天賦了 好啦 接著就到了8月尾 收到很多報價的 首先馬電尼這邊 納波里想租他 我已經拒絕了 因為八滴這邊 收到李斯特城的 租借報價 我已經同意了 我要留一個替寶 接著萬成的報價 高度斯達文 這個太低了 拒絕 接著月次的報價 薩卡 老實說 薩卡在我們這個黨 是契仔級別的 你報價多少錢 我都不會買的 10億我都不會買的 不信你可以試一試 你試一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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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利維斯這邊 都有報價 黃馬1.33億 這裡就有趣了 其實我是有想過賣 為什麼呢 其實利維斯有一個弱點 就是它的速度 只有60幾 跟我們整隊波都不太合 我們的速度都比較快 其實這個報價就不是太低 但是要蹲蹲 其實替寶的人選 我都已經想好了 如果利維斯離開球隊的話 我會嘗試買華為迪 或者哥利斯卡 兩位五邊形戰士 特別是華為迪 他真的很厲害 數據真的不錯 而且速度有80加 是真的不錯的 所以要蹲蹲 利維斯這一邊 我希望 最好就可以1.6億 應該是不可能的 但是至少 至少都不低於1.5億 斯丹 坐穩了 1.65億 坐穩了 不要 喔 對不起 斯丹 我低估了你 叫低了價 第二次 不用說太多了 這傢伙有錢 斯丹有錢 不用寫著他 唉 1.63億 我感覺到 好像還可以再高一點 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的 接著已經來到轉會的截止日 利維斯就正式加盟皇家馬德里 那我們是時候要做事 隨便 我知道你中文肯定是一般的 但是你應該明白禮上往來是什麼意思 不明白嗎 我解釋一下 禮上往來的意思就是 我便宜地賣利維斯給你 然後你便宜地賣華為迪比我 就是這個意思 你明白沒有 喔 你都幾明白的 斯丹學習都幾快 1.3億 是幾便宜的 但是還有一些精髓你不明白 我再說一次給你聽 你便宜地賣華為迪比我 就是這個價格左右 你明白沒有 斯丹 你學習很快 你學習真的很快 馬上降到1.18億 那沒問題 斯丹 你學習真的很快 好了 我們就跟華為迪傾合約 關鍵的角色 當然 他上90屆應該沒有什麼難度 5年的合約 目前他的薪資是21萬 如果是我自己開的話 抱歉 電腦的話其實真的很愚蠢 有什麼理由 21萬降到11萬 23歲 其實真的很不現實 唉 這件事真的賺了 新資又賺了 11萬這麼低 轉會費又賺了 絕對是這個檔最舒服的一單隱瞞 華為迪 Welcome 好了 接著轉會槍就結束了 我還記得這個賽季開始的時候 我說要用1億 因為萬聯檔就沒怎麼花錢 這個檔就要花錢 結果這個下季轉會槍 我們的剩支出是2635萬 嘖 還省過萬聯檔 唉 真的 當一個人省慣了的時候 真的很恐怖 你付錢他都不知道怎麼花 我就是這樣的人 看看其他球會 看看英超方面的操作 環比賽交了100人 幾時環去了利物浦 跟著阿古魯去了熱刺 其實 這個轉會槍就沒有太多 比較驚人的動作 真的沒有太多 我們這邊的話 已經算是比較驚人 另外的話 歐冠小組賽的對手 給大家看看 加拉塔沙雷 Easy 維拉利爾 咦? 要對著艾美利 有意思 最後就是馬賽 雖然說有法甲 有西甲的球隊 但是進級應該是不成問題 沒錯 上一年的歐羅巴聯賽 我也是這樣說的 結果就回車了 OK 今天就到此為止 真的不錯 買了3個球員 而且都比較強 現在的第一陣容 真的不錯 喜歡的朋友 希望多點讚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